請問您在生活中,你有經歷像陳希的感覺嗎? 有什麼感情嗎? 不想聽是不是? 像方木和陳希的這種,生死離別的這種,真的,還沒有體會過 但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痛的,一定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然后你刚刚说的确实是挺好的 这种类型的片子其实在国内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天花板的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希望把各种不一样类型的电影 国内可以拍出很多跟国外也好一样的片子 这样的话中国的电影就会更发展会更好 不管什么样的类型,而不是唯一的单一的一种 也不是说今天哪一个我们大家都拍那一个 所有演员去转型去拍那一个角色 也不是,我觉得应该百花齐放很多很多的种类 很多很多的类型 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演员,有这样的演员,有这样的演员,有这样的演员 我们整个中国电影就非常非常的丰富 说得很好 电影突破故事的传递带给我们的思考 我也感觉到也知道 风风也在出演角色过程当中也有自己的思考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起为中国电影加油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电影票房好不好 好 好,将会有更多优秀的作品出现 那接下来呢我们